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善夜道经 第十六念 经文第三行 神族庄严固 恒令身心清安快乐 这个句子它是省略的 要完整地念这个文在第十四念 十四念道书第三行 龙王 主要言之 行十善道 再借着文这就全了 行十善道 神族庄严固 恒令身心清安快乐 这个四神族 给诸位介绍了前面两条 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三条 从第三条讲起 第三是敬 敬就是精进 第四条是慧 是智慧 神族这个意思就是如意 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 常常常祝福大家 四四如意 这个四神族就是四四如意的意思 要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如意呢 前面把这个要领呢 跟诸位说过了 放下了就如意了 放下要记住 不是在四项上放下 四项上是在讲 没有障碍 佛在华言上告诉我们 离四如爱 四四如爱 这是四实真相 那么障碍发生在哪里呢 障碍都是发生在 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 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就没有不自在的了 中国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 于人无增 于事无求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那么也许有人问 假如我不跟人争 在这个世间也无所求 那活得有什么意思 似乎人活在世间就要争 就要求 这个是西洋人的想法 这个想法呢 是在讲误导众生 造成这个世间的无量的灾难 天灾难 天灾人祸啊 就是因为人 增求 赶来的苦报啊 圣人教导我们呢 是非常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如果增求 要真正能得到 那是好事情 应该去增啊 应该去求啊 怎么真 怎么求 也得不到 那你何必去增 何必去求呢 为什么得不到呢 你命里头没有嘛 诸位要知道啊 我们这一生当中 怎么去增 怎么去求 都是语言 语言 有语言 没有因 你们看看这个世间人 哪个不增啊 哪个不求啊 几个人求到了 几个人增到了 绝对不是说 一百个人增 一百个人都得到 一百个人求 一百个人也都得到 那这个增跟求有意义 这得提倡的 一百个人增 得到的 可能只有一两个 一百个人求 能求得的 可能也只有一两个 那我们就说 那这是豁然率 这不是真实的 所以佛教给我们 因 是过去身中重的 你求财富 你命里头有财 命里头有多少财 也是一定的 你想多得一点 得不到 你想少要一点 也不可能 该得多少啊 到时候自然献起 而且得到的 还有十届姻缘 有人年轻手发达了 有人中年发达了 有人晚年发达了 十届姻缘 各个人不一样 所以古德说了两句话了 说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都是讲的 四十真相 而在佛门里面 佛家常讲 佛师门中 有求别 你们看看了凡四心 灵谷禅思 对原了凡 先生的一番开始 那是圣人之道啊 何以说 有求必应呢 因为佛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你想求 如理如法的求 就一定能得到啊 我想得个瓜 你不去种瓜 天天在那里祷告求 天上会掉个瓜给你吃 哪有这种道理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佛怎么教你求呢 哦 你想得瓜了 教你种瓜 你觉得你才能得得到啊 你要求财富 那佛说 财富的因是什么呢 财富的因是财不实 你才会得财富啊 这一世当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 拥有一万财富的人 他的财富从哪来的 过去生中啊 财富是的因呢 他富是的多 他富是的大 这个大是心量大 他富是的欢喜 他富是的自在 这一生发财 好像不操心了 自自然然 财源就滚滚而来了 就这么回事情啊 过去生中没有种因 这一生详尽方法 也得不到 无论用什么手段 都是妄然 只是造罪业而已啊 聪明智慧是果报 发布是事因 健康长寿是果报 无微不实是因 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 你就会自在了 就会如意 把一切妄想 分别执着 不正当的方法 通通通失去掉 规规矩矩 如理如法的去求 众善因 一定的胜苦 这个道理 不可以不知道 那么今天讲 敬 静是精进 不断地在进步啊 进步就自在 退步就傲丧啊 就起烦恼啊 进步就快乐啊 什么什么地方求进步呢 给诸位说 真精进 是心地的 清净平等慈悲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 求进步 那么再告诉你 物质的受用 精神的受用 不必要求啊 自自然然都在其中 这就是佛家常说的 功德里面有福德 福德里头啊 没有功德 有功德 哪有没有福德的道理 所以佛菩萨叫我们 修集功德了 功就是讲的做功夫 什么是功夫呢 放下是功夫 放下一切的不善 这是功啊 你所得到的 智慧 智慧 德能 受用 那是德 所以你修功 然后你自然就有德 不修功 妄想求德 是决定 是决定求不道理 我们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求进步 特别要 留意到 那个进步 叫进进 质重 注重在金子 金是唇而不咋了 我们是粗学 粗学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不从精进 你决定 你决定 不能成就 我们在经上看到 法身大师 他们的确 光学多文了 华音经上 我们看到 善财童子 善财童子 在文书会里面 文书菩萨会里面 是专进的 那是粗学 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到什么时候 才可以光学多文 到戒定会三学 完成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破一平无民 正一份法身 圆教 出诸菩萨 这个时候 五十三餐 光学多文 这明白 这教给我们的 没有到 破一平无民的程度 没有资格参许 没有资格 光学多文 你看四红十院里面 说得多清楚 头一条 叫你发愿 众生无便 十院多 第二条 叫你断烦恼 烦恼无尽 十院断 那个烦恼是 剑四烦恼 沉沙烦恼 无民烦恼 无民烦恼 也要破个几份 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 发门无 发门无量 十院许 摆得这么清楚 我们不相信 我们一开头 就要逛学多文 颠倒了 所以 用尽了 心思 用尽了 经历 到后来 一丝无尘 这是不听 佛陀的教诲 最后 佛道 无尚十院许 善才参访 普贤菩萨 最后一参 参访 普贤菩萨 那个佛道 怎么成的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无尚佛道 成就 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不能够 依教奉献 你说多可惜 所以要知道 金金 无尽 我们才得自在了 这四条里面 都得神通 所以这个神族 也是神通 这个四条 是彻底 放下妄想 分别之处 神通 从哪里来 自信 其用 后一条 会 会是 自信 般若 智慧 其用 心 不散乱了 现在就是 弥陀经上 所讲的 业心不乱 心不颠倒 四神族里的会议 就是心不颠倒 四神族里面的念 就是一心不乱 这样才得 大自在 这样才能够 四四如一 因为这四条 能发神通 所以叫神族 族 是比较圆满的意思 我们 知道这个道理 晓得 怎样 修法 凡夫修行 最大的障碍 是 我法 而止 我止 造成了 烦恼障 法止 造成了 所知障 年中障碍 是这么来的 所以佛教人 头一个 要把我 这个职责 舍掉 舍掉这个职责 你才能找到 真正的我 这个我 是佛经上讲的 常乐我境 这个我 你才能找到 这个是真正的自己 禅宗里面讲 父母未生前 本来灭目 你才能找到 如果你执着这个身是我 那个 真的我 你永远找不到 这身是假的 不是真的 刹那生灭 谁了假的 真的就现前 一切大臣经教 教我们这道事情 所以 能够 一教修行 修四神族 经上告诉我们 恒令身心 清安 快乐 这是受用 我们希望 我们生活得很快乐 清安 是佛法修学 最初 正得的境界 身心安乐 永远烦恼了 我们凡夫 身体 粗重啊 什么原因 烦恼太多了 习气太重了 得不到情安 当我们自己 修学功夫得力的时候 清安的境界 会显起 但是时间很短 不能保持 那么我相信 有许多同学 都有这个经验 特别是在 聂佛的时候 诵经的时候 偶尔会有短暂的 感觉的 感觉的身心清凉 自在 如何能永远保持 那就是功夫 有人在 念佛的时候 告诉我 他突然感觉 他身体没有了 非常舒适 有人感觉 他身体 好像上半身 有下半身 没有了 这都是 清安的境界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这个时候没有忘记 就是说 我们离开了 妄想分别执着 可是 刹那之间 他妄想分别执着 又起来了 起来了 这个境界就没有了 这是 虽是很短暂 给我们证明 佛讲的这个境界 是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境界 是真实受用 人常住在 这个境界里面 头脑是清新的 对于 世间 这一切众生 这一切现象 它的变化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明白 所谓是 当局在 你旁观的 情 这种能力 我们就叫他 做神徒 我们为什么 看不清楚 我们在 你 他为什么 能看得清楚 他在 觉 他不能 所以这些 觉悟的人 帮助我们 迷惑颠倒的人 教导我们 一定要求觉悟 求觉悟 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依靠别人 靠自己 不需要常常求别人指点 自己比什么都清楚 这个多好 那要怎样呢 一定 修四年初 四年初 看不破 纯粹是智慧 修四真情 断悟修善 修四如一族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主 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 欲自在 念自在 静自在 晦自在 这个大自在 确确实实是可以正断的 那么什么时候正得 完全在 个人 精进 你真精进 你就早一天得到 你要是懈怠呢 那你就说晚一天得到 这个晚一天呢 这一天的时间很长 可能是来世 可能是后世 可能是无量节之后 你要不精进 就会堕落 一定要精进不写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讲完了这一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